什麼話要說啦 你不要緊張喔 我們都要幫你擋三天 我沒有要幫你擋 你擋得先放下來 我沒有幫你擋 我要幫你擋啦 男子拿著一把長長的西瓜刀 站在台南市衛生局新營東興辦公室前 現場來的至少四名員警 都拿著警棍 其中一名持盾牌的 負責跟他溫情喊話 我沒有幫你擋 不要說 我沒有幫你擋 我什麼都擋了 你不要來幫我擋 你不要緊張 見男子越講越激動 警方好好講 希望爭取男子信任 進一步鬆懈心防 他說 給朋友一條啦 你怎麼啦 男子把刀放下的聲音響亮清脆 不過大家都鬆一口氣 警方朝他方向走去 用最快的方式 將他帶進衛生所 邊安撫邊問完原因後 就將人強制就醫 不過他拿著一把 四五十公分長的西瓜刀 大鬧衛生局時 居然還挾持一名工作人員 人家很大聲 來就出來探討 出來看 來一個方向撞出來 來就把我捏肩膀 就把我說 叫你們大公出來 面對吃刀男子 情緒又如此激動 女員工也怕受傷 被抓著肩膀在衛生局四處走 桌子上這一條長長刀痕 也是他胡亂揮舞砍刀的 情緒不穩 找他的社工師沒有找到 就是心情不好 原來男子找不到社工師就暴怒 跑到衛生局辦公室 直接要找長官李論 還好警方迅速到場 勸說他投降 也讓混亂場面平息下來 記者賴關章台南報導